眼前这个坐在铁锅中的女人叫Jellia 但在这支视频中我愿称她为这个女人 因为大部分某瓜的用户都这么叫她 这个女人怎么自己一个人旅行不太正常吧 这个女人在韩国待过 懂得都懂吧 这个女人能环游世界那儿来的钱 这个女人这次能为了体验铁锅顿自己 坐出租车 坐飞机 坐三轮车 中途还上了一个没有马桶盖的厕所 坐面包车 再坐面包车 还是坐面包车 不远千里的来到了菲律宾一座小岛的山沟 要在这里面登记 他们在这里路口要了50笔锁 然后给了我这个票 说明天去看铺库的时候给这个就行 我不知道现在要去哪里 是 妈 我们去哪里 我们去你的室友 好 去瀑布的话要走半个小时来回一个小时 我不知道明天我能不能去 多少钱 这是2K 2,000 但是我听过了 他们说明天说是1,500 OK 1,500 好 太厉害了 这个马桶为什么没有马桶垫呢 不过这个死亡巴比死的 我让我们来看 有灯 休息一会儿吧 已经休息差不多了 我要去做铁锅炖自己 菲律宾叫Cawa Spa Cawa就是锅的意思 大家如果有机会来这边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这个角度比较好 他帮我烧 OK 我已经用石头固定好了我的这个相机 准备好了 他那边我让他在冲水 加好料了 下面还有盐 没有很烫 我觉得刚好 这边有点烫 因为它是从这边烧热火 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的样子 外面的风景是这样子的 怎麽样 有个冲水吗 对 我可以帮你 我在Instagram上帮你 我泡了一会我觉得太热了 下去凉快一下 真好 确实太热了 我现在都在流汗 感觉对排动应该有很好的作用 做一次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 但是仅适合拍照 确实挺热的 怕热的小伙伴们就劝退了 大自然的感觉 这会挺美好的 我还是蛮喜欢的 咱们上去吧 接着泡一会儿 因为我刚才只泡了10分钟 现在水温应该刚刚好 没有刚才那么热 下锅了 还是很热呀 这边太热了 我现在已经泡完了 我感觉大概有泡了30分钟 泡完之后出来 感觉整个人水月都循环了呢 今天晚上肯定能睡个好觉是不是 从今天早上七点 然后到这边已经是两点半了 我将近花了八个小时了 来这边 就是为了尝试一下 这个铁锅炖自己 感觉它好小 我住在这里吗 你住在这里吗 感觉它好小啊 它问我是不是结束了 我一直在用的罗德的这个麦克进水了 然后不好使了 这个呢 狗狗狗生命的也进水了 但不知道能不能用 现在一个麦克风都没有了 我就知道这种深山老林里面 没有食堂什么的 天呐 这边有好多蚂蚁 先洗个澡吧 要洗澡我才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这里面没有水龙头 然后还是要开这个水 用这个瓢碗着洗 太原始了 卫生间全是蚂蚁 特别特别多 你看我现在还在挠 太阳了 到处摇我 虽然环境恶劣 但是绝对不能少了护肤 这种菲律宾它的水里面含石灰量特别高 所以洗完之后最好不要直接擦水乳 最好先用这种泰子 把那个脸上的水擦下去 我就直接敷个面膜 就好了 头发指头放着让它刺染干 为什么说我聪明呢 是因为 大家要讲飞机上的菜让我带过来了 迫不及待来尝一口 加入我盖饭 虽然是凉的都好吃 不过它这热的就更好吃了 还有一半的鸡蛋可以补增蛋白质 比较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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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给我送早饭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比较简单 他问我鸡蛋要煎还是煮 我说要煮的 然后这个是香肠 饭 我向他要了一杯热水 让我可以冲这个咖啡 这是自带的 鸡蛋没有熟 就这样吧 我做饭一起吃了 就香肠 像我小的时候吃的那种红色的 很细的那种 淀粉多的那种香肠的味道 可以杯咖啡 真的太咸 我说不好 吃完了 我就要出发去不好岛了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期视频 在不好岛的见 fine thank you guys thank you for my stay he can wait the bus and then you can go ok ok he gonna tell me which bus is it he can stay there with us with you ok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guys thank you so much bye bye 此时的女人并没有意识到 在这个眼泪的地方 他们不把她送到靠影站 而是送她去附近的路边等车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煎熬 我现在在住的地方 剪睡片都觉得好软 空调开了跟没开一样 咳咳咳 不知道这个女人能否安全抵达下个目的地 预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